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八卦鱼籍匠 自从2014年 谢霆锋和王菲重归于好 大众对其感情发展就好奇不已 毕竟呢 两人也早已过了谈恋爱玩玩的年纪 但相比于粉丝盼望的好结局呢 两人却频频被爆出分手的消息 前不久啊 就曾有香港知名的鱼记猪皮 在社交平台 隐晦地表达了王菲谢霆锋张伯芝三人的感情 他认为王菲谢霆锋打着情侣的幌子 却有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同框 甚至呢在情面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时 王菲的经济人陈佳音呢 也没有任何回应 事出反常必有鬼 除此之外呢 朱皮还表示 TVB有新闻触觉的传媒 已经开始着手张伯芝 谢霆锋两人的复婚节目 这也让三人的感情关系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两人频频被传情变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就先说说这个被媒体疯传的乱吧 近段时间呢 王菲的身边一直有一位阳光帅气的男生陪同 两人呢一同蹦迪唱歌 出游玩耍 秩序相投 相聊甚欢 甚至呢还曾有媒体用 与嫩男初双入对 这样的暧昧词汇来描述 但是相较于王菲的洒脱玩乐呢 另一方的谢霆锋就显得孤独寂寞冷 翻看谢霆锋的社交平台 都被满满荡荡的事业所占据 不仅40岁生日 独缺王菲的陪伴 就在前不久的11月呢 还曾有网友捕捉到了谢霆锋独处 闷闷不乐的模样 以上种种也难怪两人频频被传出情变的消息 不过没有等到当事人的发声 王菲的友人却现身社交平台回应称 瞎说 一边呢是男方知情人表示分手 一边呢又是女方友人称 绝无此事 双方各执一词争议多 而自从王菲和谢霆锋两人复合之后 虽然一直都比较低调 但时不时还经常传出外出度假的消息 看起来感情又既往的稳定 但两人已经很久没有同框 也引来了不少怀疑 毕竟上一次两人被偶遇同框 也是去年三月份的事情了 再加上双方呢也很少提及对方 所以对于两人的感情引来了不少的猜测 网上呢更是频频传出 二人已经分手的消息 再加上王菲近日被偶遇邂逅拍到的照片 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小鲜肉RUN 两人的神秘关系也惹来了不少的怀疑 而谢霆锋呢除了专注自己的音乐梦想 就是宣传自己的厨子事业 近来呢还悄咪咪的发了新歌 知情人呢也透露这是意义重大的一首歌 之后还开启了线上演唱会 对比之前和王菲在一起事业心没那么重的谢霆锋啊 如今可以说男神的心思又重新回归事业了 而王菲则身边有了神秘男的陪伴 不仅被爆出和RUN一起唱K 甚至呢直播中也一起露脸 还有草莓音乐节丢手机的王菲身边呢也是RUN在陪伴 看起来两人初双入队呢确实引发了不少的猜测 所以关于王菲和谢霆锋分手的传闻也愈演愈烈 毕竟呢两人已经很久没有提及对方 完全没互动还有没有偶遇同框的合体 虽然也有粉丝为王菲证明 称这位RUN呢是王菲多年的铁粉 只是好友的关系 但网友似乎并不买账 对比王菲这边疑似和谢霆锋分手的消息爆出 李亚鹏的感情生活倒是又有了新进展 不仅携手女友高调表白 秀恩爱甚至两人的感情进展神速 李亚鹏和小19岁的海哈惊喜已经见了家长 看起来呢李亚鹏已经涌入了小女友的家庭 相处很是融洽 李亚鹏和小女友也频频合体现身 李亚鹏呢带着女友一起约好友吃饭聚会 丝毫不必会在公众场合一同现身 之后呢李亚鹏更是带着小女友和自己的女儿一起逛街被偶遇 可见李亚鹏呢也是让李嫣和准后妈提前交流感情了 最近一个月啊 李亚鹏还携手自己的小女友做按摩的视频曝光 两人如胶似漆的状态恩爱十足 李亚鹏呢很有绅士风度的为小女友开门 期间呢一直照顾女友看起来十分的贴心 难怪不少的网友都猜测两人是好事将近的节奏 王妃自从和李亚鹏离婚之后和谢霆锋复合 也让不少的网友大呼又相信爱情了 如今被爆出两人疑似分手的传闻 再加上王妃的身边的神秘男子的陪伴 不少的网友都猜测两人呢早已分道扬镳 谢霆锋也很少提及王妃 两人呢完全不似以往老夫老妻依旧甜蜜的状态啊 对比来看李亚鹏如今的感情倒是很稳定 看起来即将和小自己十九岁的女友结婚 高调兄爱的李亚鹏看起来满脸幸福 和王妃相比较两人可谓反差很大了 近日王妃的二十三岁大女 窦镜桐举行网上的音乐会 她除了宣传新歌还拍了一段视频 谈到小时候和妈妈王妃的相处及价值观 更指因而种下了一颗心中的种子 长大后才明白当中的道理 窦镜桐的打扮向来前卫 近日她剪了一头新发型 将额头两侧的头发铲掉 几乎可以看见头皮 令她看上去的更像男生 黑白视频中 窦镜桐呢骑着自行车 穿梭在北京的街道 更有她与友人在玩引火的画面 窦镜桐的童年在北京长大 她对于这个城市有很深厚的感情 她还谈到小时候 与妈妈分享开心事实 总被王妃泼冷水 导致她甚至觉得有点烦 但从那时候开始呢 王妃便给她种了一颗无形的种子 她说 我小时候我有什么开心的事 她经常会跟我说 啊那个你别开心太久 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我小时候就会觉得你很烦 为什么老要给我泼冷水 那个时候不懂啊 但那个就是一颗种子 窦镜桐呢 回忆当年总被这句话呢 产药在耳边 她说 那一句话一直在我脑子后面在药 无论我生活中有什么事情 我一开始会觉得 我感觉我自己好悲观 但是呢其实那不是一种悲观 那只是一颗种子 接着呢窦镜桐说 自己理解妈妈王妃的话 是因为自己踏入社会 遇到的各种人和事 这时呢她已经长大 她说 进入到社会 然后看见各种人啊 各种事情啊 这个东西呢 反而变成了保护我的一个东西 我慢慢的就越来越能够理解它 所以这个种子就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在发芽 窦镜桐年纪轻轻似乎 对人生了就已经很有感悟 她有感而发地表示 她的美好记忆和回忆 如日落般短暂 她说 我很喜欢日落 然后我总觉得 我那些最美好的记忆和回忆 或者最美好的片段 都感觉是像日落一样 她就那么一会儿 但是我也不想要求她任何 她还说 我只是想日落来了 走在街上停下来五分钟 去看一看这个日落 去欣赏一下 哪怕只有五分钟 窦镜桐呢 虽然读书不多 上学时成绩一般 但这并不耽误她对人生多愁善感 颇有一丝文艺女青年的感觉啊 很多网友呢 用王妃的歌词留言写道 相距离开都有时候 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我不忍心再气红 但愿你听得懂 但也有一些网友表示 做什么搞成这样 如果父母不在了 她一点新闻价值都没有 身在福中不知福 还有很多网友呢 吐槽 二世祖除了不断消费妈妈 消费停风 还可以做什么 如果不是父母有名 哪里有人知道她是谁 还以为自己是大明星 其实呢 窦镜桐因为是王妃的女儿 自出生之日起 就自带光环 王妃和窦伟离离婚后 一直呢 带着女儿生活 就算2005年跟李亚鹏重新组成家庭 她也没有冲淡对窦镜桐的爱 王妃呢 在窦镜桐很小的时候 就给予她最好的教育资源 儿时就读国际学校 成绩不好 想办法呢 也要让她入读最好的中学 高中时窦镜桐入读最好的北京四中 但因为自己对学习没有太大热情 之后她中途退学到了美国 进修音乐 不过呢也不能说窦镜桐的成功完全是因为王妃啊 她遗传了爸爸窦伟和妈妈王妃的音乐天分 早年呢已加入乐坛做唱作歌手 近日呢更推出了新专辑 还获得了全球华人歌曲榜单第三名 没有王妃确实没有人会认识窦镜桐 但窦镜桐能有今日的成功 更多的是她自身的天赋和才华 王妃的名气呢只是她的一块跳板 她的歌曲好不好听跟她妈妈是谁 没有半点关系 另外呢窦镜桐近年圈粉无数 还跟她的性格有关 她大胆前卫叛逆任性 或许呢很多8090后无法理解 但她纹身短发的造型 很受当下00后的喜爱 娱乐圈呢有很多新二代啊 父母都很有名气 但并不是所有的新二代都能接得住父母的衣钵 窦镜桐的业务能力可以得到专业认可呢 已经很厉害了 窦镜桐从小见证了妈妈 离婚再婚又离婚 接着又跟前男友谢霆锋复合 窦镜桐呢一直生活在美光灯下 见惯大风大浪的她注定要比普通的孩子要更早熟 好了今天八卦与子匠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明天见